小伙伴 今天我們要來測試一下 不同的車型撞擊我們的天地炸藥會產生多大的威力 大傻 你不想想你的速度有多快 而且你撞擊的是天地炸藥 這樣的撞擊肯定會碎的 好吧 那我第一輪的挑戰失敗 接下來輪到你了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來開上一輛類似前天柱卡車頭的這種車型 我們來看一下撞擊前面的天地炸藥 會不會像大傻那麼粉碎啊 我來了 欸 我去啊 跟大傻一模一樣 嘿嘿 你也這麼吵 那早兩目前為止打兵 接下來呢 我要開上一輛工具消防車啊 這輛工具消防車呢 他的指揮小啊 在任何場所都能進行一個消防被我了 哎呀 不會吧 自己還是消防車 會不會是因為你的蹲位太輕了 所以不行啊 接下來呢 我開上一輛蹲位比較重的這個大卡車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輛大卡車能不能行 加速衝進來 現在速度呢 是70公里 80公里 哇 車頭這邊被炸碎了 然後車廂這邊的還好啊 雖然這個車廂呢 是保住了 但是我這個任高小的呢 被炸飛了三四百米遠啊 還不是一樣 你人都沒保住啊 大家 接下來呢 我還是開上一輛皮卡車 不過這一輛皮卡車呢 它的重量呢 會比剛剛那個重許多啊 你看這是大型的皮卡車 哇 它的蹲位跟體積的更大 這麼小的這個炸彈不會吧 怎麼還是跟前面一樣 哎呦 我去啊 自己一個殘烈程度了 不要以前面其實這個撞擊力啊 大傻 你這勒高小兩個飛的也挺遠啊 飛到後山去了 接下來呢 我來試一下公交車呢 撞擊這個天地炸彈會不會被炸碎呢 來看了 來看了 加速衝進來 現在70 80 哎呦 火去啊 整個車架跟底盤都沒有了 人帶呢 全部被炸飛了 炸彈怎麼都這麼倒霉啊 每輛車子都被炸碎 目前為止呢 還沒有一輛車子的保存完整過 照理一下 我來試試這種集中箱獲勝的 能不能成功的逃過這個炸彈的炸擊啊 好的 現在我的時速呢 降到了60公里 70公里 它會上80嗎 慢慢慢慢的打死 哇 好吧 這輛大貨車呢 也不行了 大傻 我帶你見識一下這種 帶後車廂的晴天柱卡車 如果遇到這種TNT炸藥呢 會被炸碎嗎 你給點面子啊 因為你是最強晴天柱的一輛卡車了 回來了 60公里 70 超好準備被炸碎了 還好車廂保住了 我的樂高小蘭呢 樂高小蘭在這邊 還是跟著滑動啊 好吧 這個滑動區呢 還是非常的遠啊 雖然車都被炸碎 但是車廂呢 最起碼還是保住了 我現在按照我們這樣的速度呢 所有車勤都得碎 照理一下 接下來呢 我還是開到這樣 加長級的這個大巴車 速度呢 開到98 重視衝起來 來吧 來吧 哎呀 車底這邊沒碎 車底滿碎了 我的樂高小蘭別飛那麼遠 別飛那麼遠 好吧 他也飛到了後山這個位置啊 好吧 那我們今天兩個人呢 不管架子什麼超級的都是挑戰失敗啊 好了 本期的遊戲結束呢 到此結束 我是超人家 喜歡我的解說 記得點讚加關注喔 讓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掰掰 掰掰